我大概了解這個問題的大概的方向就是 我們現在是民主的時代 然後是水平提高 然後技術上面更新 擺脫過去這種高度的 就是集中式的管理的這種比較獨裁的科技 包括發電的方式 但是好像可以做到一些改善 就是我們都聽到了有更多的選擇性 除了以前核能發電被大家認為是世界能源的救星 現在大家開始質疑之後 大家會覺得那是不是可以做其他的選擇 那要做其他的選擇就需要有更多不同的專業的人 或是不同的領域的人 包括利益受影響的人都一起進來討論 怎麼樣對一個社會來講 選擇什麼樣的能源在後石油時代 我們應該可以選擇什麼樣的能源可以保護這個社會的運作 那在台灣來講現實上面來講 就是我們其實都會召開所謂的全國能源會議 那這個全國能源會議就很可笑了 就是說在我剛剛說的這個大背景上 它本來就是應該是要集合各方的意見 大家一起來討論我們未來新的能源是要怎麼選擇 那以我自己參加過的全國能源會議 兩次的全國能源會議來說 他們的確邀請了環保團體 可是他們邀請環保團體的同時 主辦單位都是有特定的立場 就是他們是偏向核能發電的 就是他們有預設立場在這裡面 所以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它其實結論跟開始的時候 設計議程的時候跟結論的時候 它不會真的開放 而只是說開放說有這些人有參加了 但是它把會議的議程給壟斷了跟結論給壟斷了 所以真正說讓我們進去 我們等於沒有進去 我們所提的意見到最後都沒有成為結論 那最可笑的就是當年我們提出來的 就是綠色新政跟綠色能源 然後核能必須要再做檢討 這個都在當年的能源會議裡面 後來都不是成為結論 那它就影響了什麼樣的東西 也就是當我們一個所謂的能源 有一個民主的或是民眾自主的去做考量的時候 變成我們連代表 就是說稍微有一點點 市民社會跟公民社會代表性的團體進去 都被用會議的技巧把這個事情給排除了 另外一個部分是它一開始就是非常用精英式的 精神在運作這個會議 他們一開始說這是一個閉門的會議 也就是說我們不開放一般的民眾參加 當然我們在這裡面有提著一些討論 就是希望它至少轉播能夠在外面被看到 然後會議結論都要上網公開 可是畢竟這套還只是事後彌補 而不是在一開始就讓一般的民眾 特別就是利益受影響的這些一般的民眾 好比說核電廠附近的民眾來參加 沒有 那再來是它甚至就是安排 讓好比說台電公司的這些主管們 用不同的名義 假裝是其他的社會組織的名義來發言 也就是說它實際上是台電的員工 可是上面看起來好像是 它是代表某個工會或某個產業在發言 有這些可笑的安排 那它影響到的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當我們希望再生能源 再做多一點的發展的時候 我們需要聽業者的意見 我們需要聽社區的意見 好比說如果今天有社區 他們希望就是我們都不要核電 我們就是要用再生能源 那麼就可以在這個會議裡面做到 好比說我們是不是設立示範社區 讓業者跟民眾然後去做一個規劃 然後請台電公司只是負責配合 這個電線電纜線怎麼拉的這個問題 那事實上是沒有這個可能性 目前台灣的能源的政策上面的討論的空間 其實是被就是我剛剛說 經濟部跟台電公司所給混綁 那所以另外一部分就是民眾 我們現在民眾發起了要求要有自己的電 就是說自己的自己想要的電 這樣子一個選項 那這種叫好比說是風綠電聯盟 不是我家不要核電 他們要求就是 有點類似我舉個例子 那宮崎駿這個日本的動畫大師 他就是標榜他希望他們的 他的這個動畫工作室 要完全不用核電 就是電力公司應該要能夠提供我們這樣的要求 那這樣子的要求在台灣現實上面碰到一些技術上面的被刁難的地方就是 他就是在成本上面不願意配合你 他要用比較低的錢 就是我如果願意裝太陽能發電 他就要用比較低的價錢跟你收購 也就是使得你裝的這個經費 就沒有辦法像德國這樣獲得比較合理的補貼 他就利用各種種這些方式 所以使得再生能源的發展在台灣是偏慢的 德國在十年間可以發展了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 德國現在有百分之二十 而台灣是連百分之一都不到 而這個百分之一都不到是在十年前 就是同樣的比例 也就是說台灣的政府在再生能源這部分 能源多元性這部分其實並沒有做到 那所以民眾現在只能是用一定的壓力 能不能真正逼到下一個機會 我們有能源自主多元性 然後民眾有更多的對於能源發展建議的這個空間 現在都還請留在民間自己的討論 而政府部門沒有真正拿下去 你怎麼就是說現在台灣的就是台電跟政府就是可能宣傳就是要維持這個台灣的生活水平 這需要可能那你怎麼對這個講法也怎麼回應呢 好的 這個回應很簡單就是我們只要看歷史就好了 台灣現在有三座核能發電廠 然後有一座他們希望完成的第四座核能發電廠 台灣這十年來的經濟水平是提高了呢還是是下降的 其實是下降的也就是說 雖然有著核能發電經濟水平跟這個並沒有直接呈現直接的聯繫的關係 反而是受到世界經濟景氣 還有就是台灣的產業結構因為沒有辦法升級 所以在大量的產業他們尋求比較低的勞工成本跟環境他們而外移 所以並沒有這樣子的關聯 這是其一 其二是在目前台灣的能源供電這個部分 核能發電佔的是17%不到20% 那麼我們現在卻有備用的就是剩餘的電力是23% 在20%到23%之間 那個這個都是不計算 如果在平常的時候就是說沒有在用那麼多電的時候 那剩餘就更多了 我剛剛整的20%到23%是指在最高峰用電的時候的剩餘 這個是台電的為了自己的營運的方便 所以設置這麼高的備用的這個電力 因為它怕如果自己的電廠突然因為故障了必須要有替換的 所以它設置這麼高 那麼有這麼就是我們有這麼高的備用容量率 而核能發展核能電力只提供了不到20% 也就是說今天台灣沒有缺電的問題 如果就算我們把核能發電都關掉也沒有缺電的這個問題 那再來是如果相信經濟發展就要靠核能發電 那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誰能夠保證說 蓋一座核能發電廠就等於台灣的經濟成長率就會增加1% 那如果為了要追求3%是不是要再增加3座核能發電廠 那3年之後是不是要再增加的經濟成長率的時候 是不是又要再蓋更多的核能發電廠 請所有的認為核能發電就等於經濟發展的民眾 思考一下這個邏輯 如果你去思考這個邏輯 那你同意這個邏輯 那你是不是等於是認為在台灣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 就是在台灣每一個縣市或者是每一個鄉鎮都蓋一座核能發電廠 才代表台灣經濟會能夠不斷的永續的成長 那你要支持這樣子的一個政策 那再反過來就是在能源已經可以多樣選擇狀況之下 選擇核能其實等於放棄其他的能源發電產業的這個機會 而核能在台灣不可能是在台灣自己的手上 我們沒有發展核能發電的這個產業 我們只有跟外國購買的這種 這個由台電來購買然後來營運的這個方式 那你其他的發電方式卻可能是產業的機會 而你選擇了核能不選擇可以發展自己產業的 你其實在措施自己的經濟發展的機會 那這是很多業界也在說的 只不過就是很可惜的 台灣一般的民眾還很少聽到這樣說